除了地方政府之外 内政部也将在明天开会检讨 目前的通报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当中有一个根本的因素 就是社工人员长期不足 儿童局指出这种工作 必须要24个小时全天候待命 而且负责处理家暴跟儿童保护案件 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再加上薪水不高 很难留得住人才 操心母女稍谈自杀 第一线处置的两位社工 其中一位大学毕业还不到三年 被质疑专业度不够 但回溯事发经过都按照标准流程通报 内政部儿童局表示 这暴露出长期以来前线社工的问题 保护性社工在我们的社工里头 是最难做的 也是压力最大的 那的确不可讳言 在台湾现有的状况 结构的这种状况下 一定都是没有人要来做的 这两位社工在职务上属于保护性社工 平时必须处理的案件 包括家暴和儿童福利 不只家暴个案可能有危险性 社工也必须长时间追踪 甚至24小时待命 保护性社工薪资和一般社工一样 但一般社工处理的案件较为轻松 以经济辅助为主 甚至有时候不需要出门 只要负责文书处理 相较之下 保护性社工流动率相当高 多数只能由新人来担纲 社副团体更指出 国内社工人数不足是更大隐忧 社工团体表示 基层社工隶属于地方县市政府 在预算减缩的情况之下 通常没有满边 而社工属于需要长期投注心力的工作 绩效难以显示 容易造成专业不被尊重 常被调派支援其他任务 民间团体希望借由这一次悲剧 全盘检讨国内社工问题 记者薛家丁之间台湾报道